大家好,今天是4月20日 回到明報部上賣新機的時間 今天和大家看看紐約旗油和天然氣 紐約旗油自從油早減產之後 一口氣在4月3日泵上來 4月份基本上是再抽上去 曾經上過83.5 但是過去這幾天你見到它就開始慢慢調整 在技術上暫時來說 我們都叫做短線回落 下面20天 moving average 大約在77.96 看看它會不會跌深一點 或者補上裂口之後 我們嘗試去低位賣 暫時都未屬於一個可以買得住 一定要站穩先 因為其實你有機會補上裂口 最理想是跌到接近100天 或者去到76、77的水平 你拿75作為退場 就已經足夠了 拿兩元出來去駁它 可以繼續延伸升升勢 但是暫時在技術上 最好它就跌了下去 站穩了 否則的話 現在你還未可以預計到 它在哪個水平站穩 就是這樣 至於天然氣 如果你有留意 天然氣 其實在過去這一年 其實由去年8月開始 一直反覆向 跌了 今年整個月跌了下來 跌到現在這些位置 它有少少改變 在上個星期五 你看到4月14日那天 最低做到1.946 做不到之後 就慢慢爬上去 雖然昨天回落 但是現在正在做2.1 看看天然氣 是不是會有機會 在過去這段日子 因為它跌到下來 2月3月 其實是在低位開始還行 上個星期五 就開始出現 有少少轉角的走勢 那當然 你是不是說 比較上 是否確認它可以轉到 就不行 但是它已經跌到 在相對很便宜的地方 甚至乎我們這樣說 上個星期五 那一棍 這一棍 它是有所改變的 看看1.946 是否做了底 如果你要跌跌的話 就要用1.946 作為退場 因為如果它再跌跌的話 基本上就是 都不能逆轉 現在就是看清楚 就是究竟上個星期五 這一棍 是不是出現了逆轉 令到它反彈 會下來後市 都會有機會繼續反彈 就是這樣 好嗎 今天是這麼多 自己留意一下 沒有說不直撥 因為 就算 天然氣 你放止蝕 也不是很多 看看它是否可以 叫做 真的會有機會見底 回升 就是這樣 今天是這麼多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留言給我 拜拜